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顾外修缠 这个视频的重点来解读稀图用词 以及呢,重点的个股 不管是像北方五矿广深等等 包括盛核资源 那么首先呢,在解读之前呢 想给大家讲一个核心理念的问题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更加重视 在修缠的眼中所有的机会 它都是有安全系数和风险系数的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 安全边际以及呢,风险系数是什么得来的 或怎么判断呢 先给大家讲一下 在修缠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 例如说,经过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 底部平台相当突破 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台 持有的时间越长 突破方面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会高 风险系数呢,相对的要低一些 好,如果说在它反弹的过程当中 回次,然后呢,一波拉升 那么呢,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安全系数会略有降低 但是呢,趋势延续当中 风险系数呢,也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经过强势的拉升过之后 再往上 那么对关系是属于安全系数 在降低 风险系数呢,在进行增加 这是一般的思维和理念 好,那么反之 在下跌过程当中的 尤其是高位个股这样的一个破位式的下跌 那么它的一个反抽 对应的是属于安全系数低 风险系数高 那么你持续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出现不管是MICD的底背离也好 常理当中的背词也好 那么呢,它只是存在一些 在它没有突破之前 只是存在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对应的安全系数中等 风险系数中等 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点 真正最好的机会点的话呢 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突破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安全系数和风险系数的一个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先补充这一个理念呢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很多时候在折补上面 在买卖上面 同样一个方向 你选择不同的股票 它就会有不同的结局 好 那么咱们先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放在前面 下面呢 咱们再看西图泳池板块指数 今天呢,高开低走 但是 今天的高开低走呢 是属于方量 这个方量呢 一方面代表的是资金的分歧 有出逃的 同时也有资金的接力 那么像整个西图泳池 板块指数来讲 它所对应的 依然大的结构 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个结构的话呢 是指 好 依然处于呢 在大的这样那个三十分钟 中枢 向上离开段的内部 所构建的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那么呢 只要说 它对应的 不破前低 或是呢 回落下来对应的 有资金接力 不破下方这样的平台 依然有机会呢 向上走离开段 这是一个预期 同时的话呢 强相当的离开段新高 弱 它也会调整过之后呢 会有反弹的动作 这是对于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一个判断 同时的话呢 当前整体来讲 它的资金并没有消散 涨跌 跟它的人气相关 就是呢 如果说没有任何人气的下跌 那么呢 不轻易不言敌 那么当前的人气尚且未善 好 这是西图泳池板块指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具体的个股 那么个股当中呢 咱们重点来对比一下 圣核资源和五况西图 那么圣核资源的话呢 为什么刚才咱们给他讲到 这样哪个理念的问题呢 因为像圣核资源 咱们前面三明五升讲到的一个观点呢 是高处不胜寒 这个高处不胜寒呢 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前提之下 就是呢 它在属于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突破的之际 以及呢 下方这样的一个平台 突破之际 它对应的安全系数比较高 风险系数呢相比较低一些 那么经过连续的拉伸 拉伸过之后呢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高危矩阵 它对应的安全系数低 风险系数高 即便呢再往上冲高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样的一个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说呢 咱们对它的一个观点呢 是属于高处不胜寒 后面的话呢 像今天它对应盘中也是这样的冲高 而且呢 在昨天有粉丝留言说呢 有稀土会应该怎么办 就是有圣核资源怎么办 我说呢 如果说明天 反弹 看似强势弱 强的话呢 如果说整个方向发力 它能够强势分拔 你可以呢 多等一天 如果是弱势的一种反弹 它连周五的阴线都不能反爆掉 那么对应的是一个要减的一个动作 好像是圣核资源 那么同样的 那么像今天的这样一个低听摆的话呢 它和以往这样的一个下跌又有不同 不同之处呢 是属于进一步的破位 这个破位的话呢 一方面它破了前面的低点 另一方面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斜向下的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味道 好 这是圣核资源 那么我们再来看五矿稀土 那么五矿稀土为什么说 这一只个股修长看好的程度要更高一些呢 就是因为它的安全系数不同 这个安全系数呢 一方面是属于五年来这样的一个大平台的突破 好 第二个呢 近期又属于这样的一个中枢向上离开的内部 那么同样是稀土的个股 那么呢高处不胜寒的风险一旦释放 那么呢 它是很就是很难让人去承受的 但是对于五矿稀土这样的个股 今天呢也是属于冲高回路最后呢还能够红盘 但是像这样的个股对应的后面的走法呢 强 整个稀土只要说呢能有反复的机会点 不排除后面呢再走一次向上的加速段 扩充了主声 如果说走的弱 它对应的也是属于什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以考先考验的是大的平台 19块4毛3这样的节点 再其次的话呢 下方有30分钟级别中枢 那么即便弱 它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 如果说有震荡 那么低息高抛的机会融在 如果走强 祖声 他们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 风险系数也不一样 好 那么对于五矿稀土个人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只要说不破回落对应的话呢 依然是属于低息的一个机会点 当前的话呢还算是比较抗跌 那么我们再来看北方稀土 北方稀土这一支个股对应的话呢 它的一个安全系数 要比五矿要比那个盛核资源的率好 但是呢 要不如五矿稀土所带来的这么 就是下方的支撑 因为距离下方的平台支撑 包括了趋势突破的 在那个位置五矿更近 他的话呢 毕竟是已经近期翻倍的 那么咱们在 今天呢 也有不少的朋友留言 说呢 北方稀土重仓的怎么办 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列说现在在今天 11点11分的时候 对于稀土泳池的跟踪 跟踪的话呢 当时不同的个股态度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稀土 中市今天早上呢 率先涨停有轮动补涨的一个逻辑 北方稀土涨幅居前 当时给他讲了周末消息面驱动下 如果说吃吃不能封板 则视为资金的分歧 那么资金的分歧背后的话呢 是要逢高点的 这也是咱们 不管是有朋友呢 私下留言 还是咱们在 昨天给他讲到的那视角 那么厦门物业呢 观察的缺口 无矿稀土的话呢 观察的是他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强入反暴 广深有色 考察的是五天军线 圣核资源 高处不胜寒 弱也 这对应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有朋友呢 留言列出了像包钢股份 包钢股份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晚上的时间呢 是有给大家去点到的 点到的一个逻辑的话呢 是高处不胜寒 同时呢 像盛核也好 像包钢也好 还要防范的是 借助利好 实现出货 今天呢 相当于不幸严重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那么咱们再来看呢 像广深有色这一支股票 广深有色呢 今天虽然说 也是属于冲高回落 收在五天军线的下方 但是这一支个股对应的 像朋友的今天也有粉丝 留言问到 我说呢 广深有色 关乎你的仓位 如果说你的仓位重 那就减一些 如果仓位轻 还可以拿着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样的个股 它调整下来之后 它的安全边际是不一样的 它的一个安全边际的话呢 一方面考虑的是 下方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作为支撑 这是大的平台 小级别的话呢 有个小的平台支撑 同时的话呢 它又可以把它作为历史趋势 压力线的刚刚突破 调整下来的话呢 它对应下方有强有力的支撑 可言 但是像盛和资源这样的个股 你上什么地方能够看到它的支撑呢 单纯的看均线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是失效的 很多时候呢 所谓支撑 它指的更加强有力的是资金的痕迹 好 这是广生有色的态度的话呢 就是仓重的 那么因为当前大环境不好 那么呢 不宜过重 如果仓位轻的话呢 持股没问题 没有的话呢 甚至说调整下来 这是一个 在这哪个小的平台附近 13天军业附近 如果说有止跌的迹象 那么只要是有资金进攻 甚至还可以作为新的买点 好 这是广生有色 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像中科三环 中科三环的话呢 昨天有粉丝留言 说呢 今天低开会怎么办 我说呢 第一 它未必会低开 第二呢 如果说低开 它也很容易高走 那么像今天低开高走的话呢 当时给他讲的一个观点 是属于 如果说能够突破上影线的位置 反包 那是强 如果就不能突破的话呢 短线 这样好就收 好 那么像中科三环 今天是属于冲高 整个盘面走入 那么冲高之后 也进行回落 当然考验的是五天均线 以及呢 平台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这是对于稀土方向 那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觉得呢 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 思路的问题 同样的个股 但同样的方向 你选择的不同的个股 那么呢 命运是不一样的 风险系数是不一样的 好 就像这么 就像 今天有个粉丝留言 自己呢 在上周五买入的是圣核资源 那么他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看视频一直都说 圣核资源高速不胜寒 自己心想的话呢 稀土他率先启动 率先回调 可能依旧存在龙头的可能 这种想法呢 他是一厢情愿的 有没有一丝可能性呢 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他的安全系数是你无法承担的 就是他的风险 同样是稀土 那么也说呢 像圣核说句更加露骨一点的 圣核资源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往下 因为前面呢 他对应了从低到高 实际上翻了三倍 翻了三倍的股票 他调个百分之三四十很正常 那么呢 如果说一旦调 他什么时候再回到历史的高点 这要打一个大大的文号 但是呢 像五矿稀土 说句更露骨一点 这样的个股 涨 赚钱赚的苏星 即便他调了 我也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呢 他有存在这种反复的可能性 是自救起来更容易 或是呢 哪怕是短时间 如果说真的往下调 除了危亏或者被套了 解套也更简单 好 就像之前呢 就同样的 同样类型的个股 就像方大坛数一样 方大坛数这一只个股 咱们最早的时候 经点评 后面确实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而且当时调整的力度比较齐 正是因为 他所面临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 面临安全系数不一样的 当时给他讲到 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区间之内 存在明显的支撑作用 所以说呢 记得调下来 前面的天雷武军的时候 你没有减 甚至追了 后面的话 等一个反弹的动作 那么反弹的动作的话 他的一个逻辑就是因为下方有这样的安全边移所在 但是如果说同样的调整 他要是说已经翻了一倍两倍三倍之后 再出现这样的调整 第一 一旦面临这样的一个风格转变或者转世 他可能会面临深跌 第二呢 即便跌完之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反弹 他能不能达到新的高度 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是很难去琢磨的 所以说呢 有些一厢情愿 好 就像有粉丝留言 修缠的话呢 其实也是只要说有点时间 也会给大家这样进行解读啊 例如说呢 像 有今天呢 在有朋友呢 问道 像包岗稀土五矿走势是走弱了吗 逻辑 包岗的部分前面点评的就是高速不胜寒 北方稀土的话呢 对应的在11点11分的时候 他只要说向上不能涨停 因为对于北方来讲 他不涨停就是弱 因为昨天有这样的一个利好提振 对于五矿来讲的话呢 他只要说 不跌 对应的都是稳 他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五矿呢 支撑尚且强劲 那么我们来看 包岗股份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他如果说 因为短时间内的从一块到二块二毛四 其实实际上是使于刚刚翻了一倍 那么像这样的翻了一倍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点评之际的话呢 又对应的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作为压制 只不过呢 像这类个股呢 当时给他讲的一个逻辑呢 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情绪博弈的阶段 那么像五矿稀土呢 对应的同样是稀土方向 他的一个系数形态 支撑区域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 最终呢 咱们今天给他讲的更侧重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呢 要有安就是任何的机会 他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安全 边际和风险系数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呢 那么就会面临 例如像通微股份这样的个股 可能会因为思维的惯性 在这样的个股去追高 甚至说下跌的时候还会选择补偿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这样的理念 没有这样的逻辑 好 那么同样的 像方大探数这样的股票 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呢 那么可能有 就会有人在地板底下去割 那么涨上去之后呢 可能又会想到要不要去追了 好 所以说呢 像给出这样的 也就是同样是稀土的股票 不同的个股 他对应的是不同的命令 好 列出了像北方有机会 下午有机会冲锅 不能刷新新高 就简掉一些 好 这是呢 咱们给粉丝朋友的一个不同的观点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视频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的分享 那么对于整个稀土方向的话呢 个人认为后面会存在反复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呢 板块内部会存在轮动 而且呢 当前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临界点 什么临界点呢 如果说像圣河资源 就是他已经是高速不胜寒了 那么像北方稀土的话呢 当前 虽然说呢 系数形态没有走坏 但是呢 他和预期的已经没有那么强势了 后面呢 对于整个系数方向迫切需要一只新的龙头出现 新的龙头的话呢 例如说像不管是北方也好 五矿也好 广升也好 他需要有一只新的个股能够率先涨停或者率先这样的一个启动 启动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他可能带着整个板块有轮动下的情况下呢 还能再走 还能再往前走 如果说呢 后面迟迟的都找不到这样的一只股票 或者没有这样的一只股票出现 那么呢 他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震荡 整个板块方向可能陷入一个震荡 个人认为呢 后面还会存在一些反复的一个机会点 只是当前盘面整体比较弱 而且呢 像西图泳池里面概念叠加的 像今天的话呢 像张远无业实际上是一个反暴涨停的做法 但是这样的购物呢 他也进入了一个情绪不傻阶段了 再追毫无意义 所以说呢 重点还是不同 个人的话呢 还是倾向于像五矿也好 然后的话呢 广升 北方的话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优势在 底仓的部分呢 可以继续跟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